莫少,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围城,演播,田晓莫 莫少 萧熟 第483集 林氏集团这次办的酒会 根本不是林氏起义 而是蓄谋已久 莫千贤和思慕下车时 还有专门的思仪在门口候着 思慕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 还没走近,便被记者围了上来 莫总,请问你怎么看待林氏集团这次举办的大型酒会 请问,你这次参加酒会做何感想 莫氏集团现在的内部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莫总,请你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莫千行连自己的眼镜都没摘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思慕一边走 一边用身体拦着这些记者 防止他们把莫千行围成一个包围圈 面对步步紧逼的记者 思慕只好严肃地大声说 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现在是私人时间 记者们完全盖住了思慕一个人的声音 思慕自己心里苦啊 请你们留一些空间 给后面来的人 谢谢大家的配合 思慕官方的这套 今天对这群记者一点都不管用 只好加快自己跟莫千行进去的脚步 终于脱领了那群记者们来到酒会里 一直没有说话的莫千行 现在才缓缓摘下眼镜 他看着一脸可怜的思慕说 怎么说呢 你现在的样子有虚显的狼狈 你现在要说自己是莫氏集团来的人 这确实不妥啊 站着说话不腰疼 还不是为了在记者面前 维持你莫总的良好形象啊 不说了 我先去趟卫生间 莫千行点点头算是默认了 于是思慕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消失 那些记者们也不是省油的等 电视上很快有了关于莫千行的新闻 宋染吃饭时 见这条新闻 差点没气死在餐桌上 自己的肚子也跟着痛起来 宝宝 你也替爸爸抱不平对吧 咱们乖乖的 我相信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 莫千行随便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懒得跟着酒会上的任何人有交集 手机震动了一下 莫千行便看见热搜上的自己 他看着看着便笑了 这林朗诚也太沉不住气了 门口找几个小记者想造一些黑料 这手段也太小儿科 很快 灯光聚集在舞台中心 林朗诚穿得人模狗样的 在上面开始了常规性的讲话 莫千行一下子 便把眼神盯在台下中间的林宇柔身上 于是自己给小静打了一个电话 你可以把林宇柔的表哥带过来 今天这个酒会一定要让林宇柔难忘啊 外面那群花边记者看看 你给打发进来吧 我想一会儿可以用到他们 小静已经从秘密基地出发 收到莫千行的消息后赶紧恢复 一切准备就绪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莫千行满意地收起手机 然后便站起往人群聚集的地方走 突然他肩膀被人拍了下 莫千行不缓不慢地转过身 莫总 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齐君一说话 便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大家齐刷刷地看向莫千行 莫千行倒是没有一丝的不适 举起自己手里的酒杯说 可别让我抢了林老的风头啊 大家这样看我多不好意思啊 这么欠揍的话 也就是莫千行说出来不引发重怒了 齐君笑了 拿着自己的酒杯 去碰了些莫千行的酒杯 然后对着大家说 大家好好听林老讲话 我想和莫总讲点悄悄话呢 大家只好把注意力 重新聚集在讲话的林朗诚身上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林朗诚讲话时 已经注意到了台下的莫千行 她给林宇柔使了个眼色 自己毕竟是莫千行的长辈 所以林朗诚知道 现在一定要端住自己的架子 林宇柔扭动自己的腰枝 来到莫千行身边 谄媚地说 莫千行 人家都好久没看到你了 最近你们公司怎么样 运不运我帮帮忙 莫千行都没正眼看她一眼 这可把林宇柔气坏了 哎哟 你怎么不说话呀 等下 跟我一起去见见我爸爸 她都好久没见到你了呢 李小姐 我有礼物送给你 我看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期待吗 莫千行心里觉得 虽然自己真的跟林宇柔很久没见 但她的为人 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反感 林宇柔看着突然温柔的莫千行 感觉突然回到了六年前 在她愣神的功夫 林朗诚已经从台上下来了 小莫啊 你可是好久没有来家里找宇柔玩了呢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莫千行看着林朗诚客气地说 林老说的这是哪里的话 我这不是来了吗 公司现在一切都好 林老不必挂你 小静便是在这时干到了酒会 旁边跟着林家的远房表情王亮 林宇柔无意间 看见不远处王亮的身影 脸上的笑容一下就降着 莫千行看着林宇柔的表情 便知道小静来了 先是转身对小静招招手 然后看着林宇柔 一字一句地说 李小姐 你不是有一段时间 怎么都找不到你表哥吗 你看我把王亮给你找到了 当初你那个孩子还记得吗 这可是孩子的父亲啊 林宇柔听见莫千行说的话 整个人都不太好 看着莫千行胸有成竹的样子 林朗诚知道 这是自己小看莫千行了 齐骏在一旁 抱着一个吃瓜群众的样子 现在这个情况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